离别倒计时 天琪 你说这里面怎么什么也没写啊 这应该就是爸妈留给我的呀 谢谢 怎么了 小娟到现在还没醒 是不是最近累着了 那再怎么累也不能睡十几个小时啊 而且我怎么叫她都不行 我有点害怕了 天琪 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天琪 他们怎么越睡越久了 可能时间快到了 身体的排异反应越来越严重 好吧 我们的法器已经失灵了 我决定送小军走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等小军回天天星 找到留在地球的办法 再回来找我 我会在地球乖乖等你回来的 我们现在决定先去旅行了 无需伤感 不要离别 走了 走了 那 你 我不走 相信我 一定可以找到办法的 因为有了屏蔽器 我和天琪过了一段安定美好 没有人打扰的日子 好看 离天天星星人离开地球的最后期限 越来越近了 天琪的睡眠时间也越来越长 我陪她入眠 却不能和她一起醒来 我们偶尔会收到师母发疗的照片 他们去了很多地方 但看得出来 小军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 后来 我们和师母小军都失去了联系 天琪每天醒着的时间越来越短 但她只要醒来 就会坚持找留在地球的办法 你走吧 你走吧 我也曾经想要送她离开 可是每次 她都很固执强硬地拒绝了 醒了 今天我们开心几个小时 不去研究那些事了好不好 好 这些都是地球上最好吃的东西 我想让你记住它们的味道 我知道 这个是大虫子 对 先吃这个 我来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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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啟 再见 因为悲伤没有彩蛋